运动员在球场上为球好成绩 常拿咖啡因当作营养补剂 现在台师大研究团队发现 它有助于球类方面 间歇冲刺的表现 这项研究是让篮球选手 在运动前一个小时 摄取每公斤六毫克的咖啡因 借由刺激交感神经 增加肌肉收缩力量 也能延缓高强度运动的体力下滑 一般民众剂量可以再减半 如果说一般民众 他想要使用的话 我也会建议 那你其实就是 喝每公斤体重三毫克 就大概就是一杯 这个中杯的无糖的美式咖啡 到一杯半 学者建议运动前不要空腹 吃根香蕉再搭配黑咖啡 可以先从例行训练开始尝试 一旦出现心悸等症状 就不要勉强 避免影响后续表现 大家新闻 黄轩 李明华 台北报道